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大国之一,特别是在DRAM及快闪等记忆体晶片领域有垄断性优势,这也是韩国出口的主力产品,堪称韩国的护国神柱,产业地位非常重要。 三星正在大力推送SSD的主控工艺升级,在业界普遍采用12奈米工艺主控的大环境下,三星将PM9CEASSD的主控升级到了先进的5奈米工艺。 与其前代产品相比,能效提升70%,当笔电进入待机模式时,该SSD的能耗约减少10%, 然而即便能效升级,比应获得更多青睐,在2022年,这些记忆体晶片也失血严重,由于价格暴跌,韩国的晶片出口也遭遇压力。 1月份,半导体出口额同比骤减44.5%,半导体出口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缩水,且跌幅比上个月的27.8%更大。 这也拖累了韩国整个出口,1月出口同比减少16.6%为462.7亿美元,进口同比减少2.6%为589.5亿美元,由此,韩国贸易收支出现126.9亿美元逆差,创单月最大逆差记录。 这是继1995年1月至1997年5月之后,韩国时隔25年首次出现连续11个月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 另外,从美光、SK、海力士、三星等记忆体大厂们的财报来看,过去一年的日子相当难受,然而就目前而言,该行业仍处于高危局面。 主要记忆体厂商的晶片库存仍在膨胀中,压力巨大。 这也使得供应链中,经销商对终端出货的预期保持谨慎态度,甚至预测到今年四季度才能挥暖。 根据行业咨询机构Trendforce的最新研报,DRAM晶片价格预计一季度下滑20%,二季度下滑11%。 NAND快闪价格预计第一第二季度分别下滑10%和3%。 此前,美光、SK海力士已经表态正减产,三星则依然嘴硬,强调还会增加晶片研发投资。 不过,三星的状况可能更棘手,因为在NAND晶片堆叠层数和DRAM制造工艺等两大衡量技术水平的制高点之争中,已经双双落后对手。 在具体产品层面,三星昔日旗舰SSD980投诉都是初期的高,因为故障率惊人。 Puget Systems收到了众多投诉报告,三星这两年的SSD的投诉率非常的高, 其中都是RTB版本,主要出现SMART出现01值,代表主控晶片,检测到未恢复的数据完整性错误的次数,甚至出现很多次。 另外,还有用户反馈出现了03值,即可用备用空间低于100%的情况。 而部分用户的980 Pro用了四个月03值,就仅剩5%,但SSD只写入了个位数TB的空间。 此外,980 Pro用户反馈的最常见的问题是,SSD进入了止读模式。 所以,如果用户假如把作业系统安装在此,SSD上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因为止读模式,会使得该启动驱动器无法被系统所启动使用。 不过现在的好消息是,三星官方已经未受影响的980 Pro SSD 推出了新的5B2Q GXA7固件,以修复故障。 此外,990 Pro是三星目前的旗舰消费级SSD 1TB的售价约新台币5000元。 然而,海外媒体Neowin的一名编辑称, 它的990 Pro购买几天后就出现了健康度下降过快的问题, 而三星官方则拒绝保修。 在购买990 Pro 2TB版短短几天后, 根据三星Magician和第三方工具的相关数据, 该SSD的健康度就已经下降到99%, 而它之前购买的一款三星SSD已经写入超过40TB, 使用了1.5年后健康度仍然是99%, 所以新买的SSD显然是不正常的。 而又过了一天左右, 990 Pro的健康度又降到了98%, 这时甚至还没有把2TB写满。 又过了几天, 该SSD的健康状况降到了95%, 该编辑在网上发现, 也有其他用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之后它通过电话联系了三星售后, 被告知健康度下降几个百分比是正常的, 如果继续下降, 可以申请保修。 后来该SSD健康度下降到了94%, 于是其向三星申请了保修。 但令其愤怒的是, 三星售后称没有发现该SSD有何问题, 不符合保固条件, 所以原路退回。 收到退货后, 它检查发现, 三星除了将SSD格式化, 没有任何其他操作, 包括固件重置等, 健康度依然94%。 于是, 它对此非常困惑, 它已经提供了所有要求的细节和截图作为证据, 但三星的售后人员却称没有检查出问题。 于是, 其回信要求书面确认,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在写入SSD的数据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健康度下降是正常的。 但其一直没有收到三星任何答复。 不过, 近日三星官方表示, 在内部测试中确认复现了这个问题。 三星目前正在审查客户, 关于与三星SSD990 Pro在Samsung Magician上的, SMART使用百分比和在Crystal Disk Info上的健康状态相关的异常查询。 在某些使用情况下了, 可以重现这个错误。 该公司承诺将通过固件更新来解决该问题。 预计会在2月份发出固件更新。 而980 SSD之前, 三星发表于2019年1月的970 EVO Plus, 搭载三星第五代V9的技术。 其RTB版日常售价在中国电商平台京东为1599元人民币。 但2月上旬, 三星将狂促价改为999元人民币进行大促销。 知情人士称, 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可能出现巨额运营亏损, 三星电子正考虑削减半导体产量。 作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三星电子正考虑削减晶片投入, 以生产更少的DRAM和NAND晶片。 此举意味着, 三星电子也将改变一贯立场, 即坚持晶片生产计划不变。 三星电子高管去年10月曾表示, 该公司将坚持生产计划, 同时推进晶片制造技术, 以度过行业供应过剩的难关, 并拉大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但知情人士称, 由于行业放缓程度可能超出预期, 三星电子目前正在考虑效仿竞争对手, 削减资本支出和晶片产量, 以支撑不断下跌的价格, 缓解供应过剩的局面。 这也凸显了全球科技行业急剧下滑的趋势。 当前,科技行业正努力应对高通蓬率、 利率上升和经济低迷所导致的消费者需求恶化。 1月早些时候, 三星电子公布了8年来最差的季度利盈利润。 原因是, 全球经济低迷抑制了电子产品制造商 对半导体的需求。 为此, 三星电子还将2023年晶片利润预期下调了一半。 行业观察人士称, 今年第一季度, 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可能出现 依照韩元折合8.11亿美元的运营亏损, 而去年第四季度预估亏损为5000亿韩元。 分析师还预计, 如果这种不利的市场状况持续下去, 三星第二季度半导体亏损额可能扩大到1.5兆韩元。 总的来说, 即便三星等韩国企业的记忆体晶片出口严重下滑, 但是韩国并不打算就此停止。 2023年的投资依然会加大力度。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 晶片等十大韩国制造业今年计划进行100兆韩元的投资, 与去年持平。 具体来说, 各行业韩企计划投资规模, 分别是半导体47兆韩元, 汽车16兆韩元, 显示器14兆韩元, 电池8兆韩元, 钢铁4.8兆韩元, 石油化学4兆韩元和造船2兆韩元。 作为韩国经济支柱的半导体行业, 投资力度占了半壁江山, 哪怕价格下滑还止不住, 但投资力度依然不减。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